这根本就是你跟苏三省一起演的双黄戏 冲着我来的是吗 如果你可以提前告诉我找到皮皮的消息 那今天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看样子有的人的确是活得长久了点 毕中良你不能杀我 因为我已经掌握到了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陈深 他就是公道 否则你就是他的同等 看来苏三省 毕破成金山 陷害陈队长 杀了 优优独播剧场上 合刳 初总 明白 你还好吗 苏三行找到了昌龙饭店的老板 差一点 就找到了我的把柄 你能平安回来 就说明他没有得逞 对吗 他以后都不会再祸害别人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为神还报仇 也是为了小楠 想不到最终 还是毕忠良帮了我们 不是他帮了我们 是他帮了他自己 如果有一天毕忠良发现我的破绽的话 他也一定会杀了我 那你呢 你对他吓得了手吗 我不知道 都是一起从死人队里爬出来的兄弟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下手 你一定要万事小心 他对你所有的东西都很了解 组织下了最后的命令 让我在十天之内必须找到归零计划 十天 为什么 已经没有时间了 十天之后归零计划就要被启动 我只有十天 我只有十天 那你打算怎么做 只要那份计划还在毕忠良的手上 我就一定会想到办法找到他 在毕忠良和李默群的共同促成下 他 赢左终于接受了 苏三星视为中共卧底 且因拒捕而死的这个事实 也许赢左也很清楚 这未必就是真相 但他要的 只是一群忠心的狗 一个苏三星死了 还会有新的苏三星出现 喂 今天晚上回家一趟啊 你嫂子出院一起吃个饭 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啊 你不去你嫂子会不开心的 你一定会有办法让她不生气 喂 汤儿 我都给你打电话了 你就给个台阶吧 别生气了 如果那一天 喂狗的是我 而不是苏三星 你还会这么劝我吗 初作这人你也知道 不是你教我的吗 要想活得时间长 至少表面上得给人家和和气气 是吧 但有时候和气 只会被人给欺负 你都不想活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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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听不到了 你晓得吧 你爸爸很想你 要不然做梦他不会哭心 娘娘 你来了 药好好了 把药喝了吧 娘娘 不是说了不让你熬药的吗 陈身的药还没有到 这是医生开的药 先喝了它 多少会管点用的 听话 来 坐 不烫了 赶紧喝了它 当着妞妞的面不许贤苦啊 总把我当小孩 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个孩子 是吗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 你和陈身不是和蒙江堂孤儿院挺熟的吗 我就在想啊 要不然我们也去领养几个孩子 好呀 重量你知道吗 我老早就这么想了 我没敢跟你讲 他们有人告诉我啊 如果领养一个孩子放在身边 那自己就会容易怀孕的 真的 那明天下午我 在特工总部有个坏 等我开完坏 我就接上你 咱们一起去 好的 来 快把药喝完 牛科长 牛 出座 正好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南京来的 检查财务工作的张署长 这位是牛科长 你好 你好 凡是张署长需要的一切材料 你务必全力配合提供 是 村总 你别忘了 下午两点 特务总部您还有会议 时间正好了 那我先走了 好 张署长 毕忠良去特工总部开会了 时间已经不容沉深多想 如果归零计划 真的藏在毕忠良的办公室里 他必须赶在毕忠良回来之前 设法潜入他的办公室 一探究竟 此时此刻 所有的机会都弥足珍贵 不容错过 看到那盒 给刘兰芝买的进口药 陈深的心里有了主意 陈队长 帮我把老毕的办公室打开 我给嫂子送药 好 行 跟我来吧 我接个电话啊 一会儿我把钥匙给你送去 我接个电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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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送他的帮忙 我接个电话啊 我接个电话我接如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生回来之后叫大家见我 好 唐先生 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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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回事 他就不回事 他就已经回事 我会来 祝你五岁 特首帮 我谢谢你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对我 他回事 有人来过我办公室吗 陈队长进去过 他说有进口药要带给您太太 您看见了吗 看见了 你给她开了门吗 是 是我 组长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了 好 喂 喂 陈深呢 出所 我们逃出去了 去什么地方了 什么时候走的 不知道去哪儿了 走了大概一个小时了吧 来 来 走 来 来 小心点 好 慢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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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多可爱呀 是不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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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汪姐 汪姐 好 汪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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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孩子们先谢谢你 谢谢 谢谢 那你们先喝茶 我去忙着啊 好 好 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个吗 哪个呀 就是那个 扎着小边 在秋仙上那个 你有没有觉得 他长得特别像妞妞 后天就要过生日了 想要什么礼物啊 你还记得我过生日呢 每年十月初八 忘记什么日子 也忘不了这个日子 不过了 你最近那么忙 过什么呀 就是因为我最近太忙了呀 你一个人在家 冷冷清清的 找一些人来 热当热当好不好 听我的吧 听我的吧 好 叫上陈生啊 这有什么忘得了的 要不要把汪姐 一起叫上啊 应该的 但是我怕她不去 我会邀请她 好 等过完生日之后 我们就带一个孩子回家 就带我说的那个好不好 好 十天的期限转瞬将至 明晚刘兰芝的生日 就是最后的动手机会 毕中良既接到了 归零计划启动的通知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 她的手上 一定有这份归零计划 她会把如此重要的计划 藏在哪里呢 不经大案室馆里的绝密文件 毕中良一定会藏在 最出其不意的地方 那么会是在狗房吗 还是在密室的箱子里呢 必须尽快地确定位置 获取归零计划 应该是在这儿 并且是在计划 是在那儿 是在那儿 我一直在计划 转眼睛 他都在不计划 也不计划 你这个转眼睛 你那个转眼睛 好转眼睛 我还不计划 你看看是这件衣服好 还是下午那件好啊 都挺好看的呀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 我跟你讲啊 下午那件的腰身特别合身 颜色也是我喜欢的 这件是新做的 我觉得这个腰身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但是现在得来不及了 穿新的 过生日吧 而且红颜色的多应景啊 是吗 那听你的 好 明天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如果刘妈她们要来不及的话 我就让二宝带着处里边的兄弟 去帮忙准备 放心吧 都准备好了 好 命运 兜兜转转 最终还是把你带到我的身边 其实岁月一点都没有亏待我 我还欠你一场浪漫的婚礼 你看这月亮 月圆之后就是月圈 花儿要是开得及盛 很快就会凋落 做人也是一样 不能要的太多 其实有些欠缺挺好的 陈深 你要是真觉得欠我一个婚礼 就一定平安回来 我还没当爹呢 我当然不敢不回来 也是 是 我将竭尽全力获取归零计划 不成功 则承认 我堪清组织 照顾好我的家人皮皮 和徐碧城 皮皮是我哥嫂的孩子 已经牺牲的宰相 是她的母亲 而徐碧城 是我深爱着的未婚妻 徐碧城胸怀革命信仰 并愿为之奉献一切 包括生命 我愿介绍她加入党组织 为革命鞠躬尽 恳请组织考察 如果我能顺利完成任务 如愿归来 我会向组织做详细的回望 如果我不能回来 我希望组织能派人于下月十五日 到杭州临因寺与徐碧城相见 之后的一切 请组织安排 零二三 深海 小南 保佑陈深 一定平安回来 顺利完成任务 随便 未经历 特别任务 特别任务 这就是最近我们 最为紧迫的人物 圣哥 你就说吧 需要我们帮你干什么 谢谢各位这两年来 对我的信任和帮助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我恐怕不能安然地活到现在 陈深 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跟着你一起干革命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中国人 申哥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要不是你带着我 我就是一个街头上的小会儿 怀着满腔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有劲没地方使人 就是啊 申哥 申哥肯让我们一起做事出力 那就证明我们不是废物啊 行 咱们一起干 好 对 一起干 一起干 我们跟着他一块干 谢谢 里面坐 里面坐 油妈 照顾着啊 好 孙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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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生日快乐 必须点啊 谢谢 谢谢你们过来 谢谢 谢谢 快里边请 里边请 太不合适了 有妈 快点照顾着 李主任太有心了 快里边请 里边请 我终于等到你了 我还怕你不会来我们这个世俗之地呢 哪里 毕太太 这里是孤儿院的孩子们送给你的礼物 祝你生日快乐 幸福安康 王姐 这是我今天收到最好的礼物 谢谢你 毕处长 快请进 快请进 好的 你看 孩子们准备咱 对方 对方是吧 对时 压你 快出啊 要不要不管 不管不管 对圈 等会儿 正好 等会儿 好 嫂子 一起回来我来 我就是想找一个帮忙干体育活的 拿到我的那个书房去啊 好 慢点 没错 没错 改天一定要带我去 可以 可以 就放在这里吧 放这儿 你说 下个月李太太就过生日了 我到时候送她什么呀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自己打算吧 嫂子 真是的 你开麻烦死了 我都同忠良讲了 这小生日就别过了 她非得要拜 这下好了吧 欠一堆人请 行了 嫂子 你可知道 楼下那些太太 有多羡慕你吗 是吧 他们同你讲的 其实我老早就知道 他们都在讲啊 我嫁了个好老公 还有个好阿弟 这可惜啊 我们家妞妞现在不在了 妞妞要是在的话 也十二岁了 是啊 也该是个 挺挺欲力的大姑娘了 安芝 你怎么来了呀 找个想法 看什么呢 没什么 今天过生日 大喜的日子 自己不许心情不好 我小的辣 好了 客人来得差不多了 智智 底下客人来得差不多了 陪你嫂子先下了我 好 兰芝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来 我们一起祝你太太生日快乐 祝我嫂子越活越年轻 一起吧 来 来 来 毕处长 谢谢 谢谢 毕处长 谢谢李太太 其实 我今天最感谢的人 应该是我的先生钟良 刘兰芝不知道修落多少幅啊 这辈子才能嫁给像你这么好的男人 不是 这话不是应该等大伙都走了 关起门来说的吗 不好意思 见笑 见笑了 不好意思 陈胜 我更加要感谢你 陈胜如果不是你当年 把钟良从战场上给救回来 那我的好日子啊老早就到头了 所以啊 我觉得我现在过的每一天 那都是我赚来的 是不是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八号 你从死人堆里把我给背了出来 这事我一辈子都记得 不管是关着门还是开着门 我随时都可以讲 别老说啊 要不一会儿打牌的时候 都输点钱给我啊 小慈老 打算要吃老本 吃我们一辈子是吧 吃一辈子我看是不行的 但是我觉得呢 一定够你吃到 你讨到老婆为止 好不好 对啊 怪不得你急着让我讨老婆 原来是这样啊 你看看你 真好吃的 来吧来吧来吧 再喝一口大姜 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谢谢 还真不错啊 这个好 扮黄欧我跟你说 对 这个不错啊 是吧 来来来 吃吃 喝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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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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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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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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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头夹头夹头 来 夹头没喝 夹头没喝 让他喝啊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等会儿别来这套啊 你就多喝点啊 真喝不了啊 一会儿他找个事啊 我这儿都没杯子 我怎么喝 来来来来 一块一块喝 一块我看你们喝 来来来来来 一块喝 来来来来来 别动 大春 你真厉害 又在这儿躲了几个月 真应了那句老话 大隐隐于事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有一个月没有联络我了 如果今天不是我来找你 你是不是打算一走了之 再也不回来了 大春 你听我说 你先把枪放下 你是不是跟那个共党好上了 你是不是打算跟着远走高飞 是不是 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的事就关我的事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们不清楚 你 你这只通敌行为 不管他是什么人 只要他跟我们一样 爱国 杀鬼子 那他就是好人 大春 我只想跟我心爱的人在一起 请你成全 好 你走吧 谢谢你大春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我最信任的人 这个棋壁城 我不能让你走 大爹 这陈身又跑了 是不是又去米糕没找姑娘了 是吗 不知道我往哪儿去了 就是到花店酒地呢 头儿你今晚上去哪儿 离开上海 把 头儿你动我的吧 夜路走多了 总会遇见鬼 你不会想一直做罕见吧 那 那倒不是 只要你突然说走就走 你让我干啥去 如果你不离开的话 你很难再继续生活下去 总有一天会大清查 会查到你的底细 我不想连累你 是 这我都明白 可是我大锅饭吃惯了 离开特工总部 不知道还干啥 好 这个东西可不是给你的 是给我干儿子的 我这个当干爹的 可不能白当了 头儿的 我扁刀虽然爱占小便宜 但是便宜也太大了 这不 是 开好你的这个小店 说不定哪一天我落魄了 还得去你的茶铺 找一个位置 给自己开一个剃头铺呢 你 你跟我说笑 你本事这么大 怎么可能当剃头匠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赶走了鬼子 我可以当一个 普普通通的剃头匠 通通的今晚真要走 是可以离开了 你是不是去姓贡的那边 能不能走得成还不知道呢 我还需要你再帮我做一件事情 好 开车吧 说 快快快 该你了 你不说了 我说 我二 要不起吧 二宝 你咋什么哑语啊 要不要 谁打哑语啊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们俩是串通起来 骗我们俩钱 就是啊 阿大 你喝多了吧 谁在打哑语啊 要不要 是啊 我没喝多了 谁喝多了 别以为我不晓得 就咱们处里 会打哑语的人多了 我们头儿也会 我们头儿还帮楚座跟徐碧城 用哑语谈判呢 你说他们我都能看得出来 就你这小伎俩 我能看不出来 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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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说话啊你 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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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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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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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出 左 大排档 好 来 跟我来一趟 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 陈深和徐碧城大受遇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 那次秋风渡石窟门 有人发报啊 出座 您正在审问徐碧城的时候 我们头儿 不 陈队长 不停地跟他打手势 陈队长还特意叮嘱过我 说这事千万要保密 我 我真的是喝多了 这才说走嘴了 初作 你饶了我吧 我 我真的不是有 有意的 初作 马上打电话 叫车到家门外的巷子口等着我 然后通知处理所有的人 最快的速度集合 不要轻动我太太 马上去 是 是 四饼 四饼 四饼破什么 等一下 等一下 四条 当我了 各位太太啊 不好意思啊 处里边临时有点事情 我得回去处理一趟 你们接着玩 那你早点回来啊 好 放心 多赢钱玩尽兴啊 好 那我先去了 来 我们接着打 到谁了 毕处长 毕处长啊 好 老张 谁啊 扁头啊 我来开门 我来开门 我说扁头啊 你不是初作家里喝酒去吗 这么晚跑处里干什么呀 喝完了 初作让我给你带着好吃的 来来来 看这是啥 有鸡啊 香吧 还有酒呢 这东西好啊 太好了 初作说你这 怪忙的 也没有什么好吃的 是吧 是 是 拿点酒跟鸡 趁热吃 好 扁头玩完一点酒的没喝 说趁热晚上找到有事吧 我和晨晨一定有计划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要什么 桂林计划 他们的组织一定是给他下了命令 要他今天必须达到桂林计划 你把这些水果拿下去 记得给老张即可 出门以后就别回家了 直接去火车站 我已经派人去接朱朱在哪儿等你 朱朱你接在火车站了 一个小时以后 有一班去嘉山的车 你们先去嘉山 然后转道去西塘 好 头儿 我听你的 我什么都听你的 头儿 我不知道你要干啥 但你要小心啊 怎么搞的 刚才还好好的 一起吃饭喝酒 这么一会儿搞得跟生理死别似的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不会让你跟着我去冒险的 走 走 有机会 我还跟你干吗 照顾好你的女人 记得 一定要做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去吧 我走了头儿 收拾完了 老婆要吃水果 拿不回去挨骂 我说你啊 就是全天下低欺管言 你看 至少有的怕 是吧 你想怕还没有呢 来来来 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走 走 别偷兄弟 你不能老拿光棍说事 你就是老光棍 你就是 走 行行行 明天见明天见 不争 reality 好 怎么办 心安不能真情 你到底要做多什么事 明天见了 Konic 还蛮 好 对 快 下车 快 快 快 出头 快点 出头 出头 人神有来过吗 没有 谁来过 变头 人呢 刚走 搜 把所有刑洞出给我搜 是 是 出头 快 出头 出头 老嫂子进了 你们去那边 是 你们去那边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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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